第十四届台湾同志大游行周六下午登场 今年游行诉求打破甲友站 估计有数万人参与 这也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同志游行活动 不过周六上午由宗教团体组成 反对同志婚姻及收养等议题的互加盟 高举同志行为会传染 反对同性性行为等标语 开记者会批评同志游行推动平权 背后其实是带动不良的同性恋文化 以及性解放意识形态 可能对下一代造成严重影响 同志游行后面所带动的是一个同志的文化 以及性解放的意识形态在这边推动 我们看到历年的同志运动 他们的诉求也是非常奇怪 今年要退出三个法 然后都是对于我们整个传统伦理道的 我们中华的优良的善良的老百姓 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傅加盟跟批评 政府单位也参与合办游行 严重影响社会价值观 我们政府的官员 我们县市政府难道不理解 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吗 不过即使胡加盟批评 台北市政府周六还是应议会要求升起彩虹旗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尊重多元的文化 我也抬头家 人家喜欢就好 我们都不管那么多 社会中心台北报导 雅兽和中共的攻击 网络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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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